上回一书说到诸葛亮舌战群儒 在集贤堂内 诸葛亮头一个说到了 东吴的大谋士张昭张子布 第二个问倒了于帆 第三个说服了布置 第四个是难倒了薛从 紧跟着在薛从身背后 站起一个人类 这人年纪轻轻 长得挺俊 细眉俊目的白净面皮 说话挺斯文 孔明先生 曹操随邪天子已领诸侯 又是相国曹参之后 刘宇宙随云中山静王苗义 却无可激考 眼见只是知习犯聚之父儿 何足以曹操抗恒哉 把诸葛亮气坏了 诸葛亮心说这小小年纪的人怎么胡说八道啊 他仔细一看这人 哦 想起来了 刚才鲁肃介绍过 此人姓陆明济 自公济 这个陆细确实是胡说呀 难怪诸葛亮生气 他说了 曹操虽然邪天子领诸侯 可是他是相国曹参之后 曹操跟这曹参根本沾不上边 曹参是汉高祖刘邦的功臣 被刘邦封为平阳侯 咱们都知道 汉朝第一个丞相 那就是宰相萧和 第二个就是曹参 被称为相国 相国曹参 曹操父姓夏侯 他的父亲夏侯松 过继给中城市曹腾 改名叫曹松 改姓了 原来姓夏侯啊 那是曹腾的养子曹操 所以才姓了曹了 曹操原来是夏侯家的孩子 怎么能说是相国曹参的后人 这是陆继 明明给曹操脸上贴金 而且他还彩和刘备 说刘备 虽然是中山静王描迹 没地方查去 我知道他是知习范聚之夫 其实刘备刘玄德 被称为皇叔是有据可查 当初刘备跟着曹操到了许昌 汉贤帝刘协 命宗正卿按家谱查 刘备是汉高祖二十一代玄孙 汉贤帝刘协是高祖二十二代玄孙 刘备比皇上还大一辈呢 汉贤帝刘协传下口旨 生偏殿行了书之大礼 让刘备望着一坐 皇上十礼 书夫在上 受小侄大礼参拜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天下人全都知道刘备是刘恒书 可是这个陆继说刘备这个刘恒书是没地查去 那就是懵的了 说刘备就是个知习饭聚之人 知草习卖草鞋的 像他这样的人出身低微一个卖草鞋的能跟相国曹操的好人曹操抗衡吗 诸葛亮能不生气吗 常言说的好 鸟随鸾放飞腾远 人伴贤良品质高 你踩和刘备说刘备出身低微卖草鞋的 那就证明诸葛亮这人也不值钱 你保了一个知习卖草鞋的 你还美颜南洋卧龙先生在卧龙港报夕微作自笔管月 你就保一个冒充黄说卖草鞋的人 诸葛亮没法不生气 心说陆迹 你也太瞧不起我了 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话得以牙还牙 对不起了 诸葛亮看着陆迹 你 是不是元属坐监回局之路郎湖 这一下陆迹就傻了 诸葛亮说你是元属坐监回局之路郎 这是怎么回事啊 咱们要喜欢看中国的古典小说 知道中国有个二十四孝 二十四孝里有这么一段故事 陆迹小的时候最孝顺母亲 陆迹的父亲在外边做官 后来他母亲病了想吃橘子 他们家有没有橘子 他们家有 因为当地也初产橘子 可是当地的橘子买回了之后 他母亲摇头说不好吃 我想吃一种特别甜的橘子 陆迹多大呀 陆迹才六岁 就拉着老家人上外边买去 当地所有的品种全都给他母亲买回来了 他母亲都摇头说不好吃 陆迹后来想一办法 说妈 我去看看我爹 也许我父亲那儿有好橘子 我顺便就给你买回来了 陆迹的母亲不放心 就让老家人陪着陆迹 去看他的父亲 可是在他父亲当官那个地方 买了半天 陆迹拿回立场 这橘子还不太好吃 可是没办法 只捡了最好的橘子 买了不少 跟着老家人往回走 没想到走着走着 走到大街上 看见对面一个官员 骑着一匹高头大马 前呼后拥过来了 陆迹六岁的小孩 听懂事 他往道旁边一闪 恭恭敬敬 给这位官员绅士一礼 这个官是谁呀 这个官就是当初做南洋太守的 袁迹远公路 袁迹你勒马 先说这个小孩怎么这么懂礼貌 袁迹一问 才知道他是谁的儿子 袁迹认识陆迹的父亲 这样就把陆迹让到自己的家中 摆上水锅款待他 小孩陆迹拿起橘子一尝 这橘子怎么这么好吃啊 这就是我娘想吃的呀 他趁着袁迹他们家的家人不在的时候 就把这几个橘子搁到自己袖口里了 咱们也看过电视剧 汉朝人穿的衣服是宽袖 袖口特别宽 而且袖的特别长 几个橘子在里头藏着 看不出来 后来陆迹跟袁迹告辞 他深深一礼 没想到他一作一一甩这袖子 这几个橘子有打袖子里掉到地上了 陆迹脸红了 袁迹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拿这橘子呀 您不知道 我娘病了 这个橘子的味特别好 我拿回去孝敬我娘 袁迹一听很高兴 就捡了一筐橘子送给陆迹了 陆迹把这橘子拿回去 送给他的母亲吃 他母亲非常高兴 这是二十四孝里的一个故事 小孩六岁 知道孝顺母亲 作奸怀绝可偷的 是袁述他们家的橘子 这件事一直传道而今 诸葛亮为什么说这件事 你采货我家主公刘北刘玄德 知草席卖草的 我诸葛亮保的这人出身低微 你捧曹走 说曹祖师向过曹餐之后 我家主公卖草鞋的 不能跟向国曹餐的后人抗衡 你是干什么的 你不是那偷橘子的小孩吗 这下在座的人都要乐 没想到这些人还没乐呢 鲁肃站起来了 对 孔明先生 没错 他就是袁述作奸怀居那个小孩路郎 大家伙这乐呀 陆继脸都气白了 眼睛瞪得跟核桃那么大 大家伙哄堂大笑 这个陆继 别瞧小叔偷橘的位的孝顺母亲 长大之后 他是个天文家 还是个数学家 博学都市 陆继气坏了 诸葛亮 说完之后 用手一指 陆郎 请安坐 听我一言 那意思 你这偷橘子小孩 坐下 听我好好教训教训 陆先生 你说 曹操既为曹相国之后 则是为汉臣 今乃专权四横 欺凌君父 是不为无君义且灭祖 不为汉史之乱臣 以曹史之贼子也 刘宇宙堂堂地宙 当今皇帝暗谱次绝 何云无可计考 且高祖起身亭长 而中有天下 知习犯惧 又何祖为辱乎 供小儿之见 不足于高氏共语 这几句话 说的陆继够寒臣的 说就算你说的 你说曹操 是曹相国曹餐的后代 那么既然是 相国曹餐的后人 他们家世世代代 就是汉臣了 既然是汉臣 那么曹操就是臣子了 可是现在曹操 把持朝政 专权四横 欺压皇帝 在曹操的眼睛里 不但没有皇帝 而且连他们家的祖宗 都没有了 他呀 不仅是汉史的一个乱臣 而且是曹家的一个逆子 我家主公刘皇叔 是堂堂正正的汉史宗亲 当今万岁 按家谱查出来的 而且拜为皇叔 封为左将军 领豫周牧 这是当朝大臣 都非常清楚眼见的事情 你怎么能说 没地方查去呢 陆公介先生 你已出身论英雄 只怕你的建设未免太浅薄了 想当初汉高手刘邦 斩白蛇 揭竿起义 出身并不高贵 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 似水亭长 而终于坐镇天下 当了开国之君 我家主公 家境贫寒 织过草鞋 卖过草鞋 可是为人忠厚 爱民如子 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先生 你也是一位江东名士 居然说出来 跟小孩一般见识的言语来 你还有什么资格 跟高明的人士 坐在一起谈话呢 不足以高是共语 那意思 您再也别说了 陆继被诸葛亮 驳斥得哑口无言 就在陆继旁边 坐着一位先生 姓严明俊 自慢财 他一直低着头听着 没说话 可是他听得非常用心 他一看 这些谋士一个一个 都被诸葛亮驳倒了 搭了脑袋 严俊心里不服气 他一琢磨 就这些道理是难不倒 诸葛亮的 得换换题目 那时候文人默克 讲究读经至经 他们读的是什么呀 诗经啊 上书啊 易经啊 礼记啊 春秋 这类的古书 称为经书 读完之后 还得研究经典 这叫至经 只有读经至经 然后才能考状元 升官发财呢 这当时也是朝廷 麻痹文人的一种办法 严俊严曼财啊 大概在这方面 有点研究 他认为 只有读经 才是真正的学问 想到这儿 他就开口问了 孔明所言 君非正论 不用再说了 且问孔明先生 你治何经典呢 他的意思呢 就说诸葛亮啊 你说的这些话 全都是强词夺理的话 都不是正当的理论 你不必再往下说了 我倒要问问你 你诸葛亮 治何经典 诸葛亮 正眼看了看这人 哦 是严峻严曼财 好 诸葛亮 确实心有成竹 轻轻摇了摇雨扇 先生 寻张摘据 誓之俯如也 何能兴邦立誓 且骨羹身已隐 掉位子牙 张良 陈平之流 邓宇耿眼之辈 皆有匡复宇宙之才 为神其平生至何经典 其异笑 书声区区一笔墨之间 树黑论黄 五文弄墨而异 诸葛亮说得非常好 说我告诉你 寻张摘据 世之俘如 拿这文章 找来了 这摘一句 那摘一句 有什么用啊 这种人是世上最没出息的儒者 对于兴邦立业 有什么用处 那么诸葛亮 说这句话 是不是他不喜欢研究古代的经典诸索 不是 诸葛亮不单不反对 而且他非常有功夫 研究古书 他学问也很深 诸葛亮 博古通经 可是诸葛亮研究古书 他跟这些寻张摘据的人不一样 他既了解古代的情况 又吸取前人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 还能写一首好文章 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 千古传颂啊 现在凡是念过书的 大概都在语文课本上 学过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 可是当时古代研究经典的文人当中 有相当一部分不走正路 他们就会寻张摘据子 寻文章摘出据子 死被印记 并没有吸取精华 灵活运用 所以诸葛亮说 寻张摘据 是之俘虏也 就是现在也有不少人 在那寻张摘据 找点书啊 找点文章 这摘几句 那凑几句 编成一本书 混个职称啊 赚点稿费啊 这种人有的是啊 所以诸葛亮最看不起这种人 寻张摘据 是之俘虏 没出息 这句话就击中了 严俊严曼财的要害 诸葛亮说呀 你就是一个不通经典的俘虏 诸葛亮并不是没有证据 后来他列举了不少的历史事实 他步步禁逼严俊 他说了 且古庚身 以隐 吊魏紫牙 张亮 陈平之流 邓宇耿耿眼之辈 既有空腹宇宙之才 未审其平生 治和经典 说我给你举几个例子 头一个 那就是商朝的功臣 商朝六百年呢 开国功臣以隐 原来是干嘛的 原来是个种地的 所以说古庚身 以隐 身呢 是个古国名 在而进河南省 开封的东南 因为商汤 娶了 绅士之女 以隐呢 是陪嫁之臣 就保了商汤 他干嘛的 种地的 兴周朝八百年的 开国功臣 太公旅望江上 江子牙 盖什么的 打鱼的 保着汉高族刘邦 建立汉朝的功臣 大毛是张良 张子房 还有陈平 了得吗 保着汉高族 创下大汉朝的江山基业 后来汉朝传了二百多年 出了个奸臣王莽 弑君篡位 汉光武刘朽 刘文书 仗着大元帅 邓宇 还有二十八元 云台大将 二十八元 云台大将 为首之人 小将耕眼 帮着刘朽 刘文书 复兴汉史 汉史中兴 像这些人 伊尹 种地的 江子牙 打鱼的 张良 陈平 邓宇 耕眼 那都有 匡夫 宇宙之才 人查着 这些人 都写过什么书 出过什么经典著作呀 没有啊 他们不像那些 俘虏 只会埋头于笔宴之间 武文弄墨 咬文杂子 说长道短 但是 他们比那些 所谓至今的俘虏 高明一千倍 一万倍 严曼财献上 你说说 难道这些 不是事实吗 这其中 诸葛亮 就告诉严峻了 我诸葛亮 不是俘虏 我要保证 刘皇叔 完成霸业 我绝不能 做当代的俘虏 让任何人 看不起 我有我的志向 严曼财 听到这 垂头丧气 回答不出话 就在这时候 诸葛亮没看见 有一个谋士 手脸胡须 两只眼睛 瞪着诸葛亮 冒出火来了 他生气 他认为诸葛亮 年纪轻轻 太藐视 我们这些 东屋的豪杰 东屋的人才了 东屋的人 难道都说不过你吗 想到这 这位老先生 站起来了 孔明啊 我看你今天 说的全都是大话 你未必有真财实学 恐怕被天下 儒者所耻笑 诸葛亮一看 说话的这位老先生 姓成名 饼 自得书 这位老先生 年仅花甲了 身高在八尺开外 长得面如满月 浓眉大眼 鼻之口方 大而有伦 头戴银棺 身穿锦袍 派头十足 诸葛亮 一看他 有点为难 为什么 他知道 这位成老先生 跟自己的哥哥 诸葛姐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而且在自己的面前 又是一位长者 无论如何 也得给老先生 留点面子呀 但是诸葛亮转念 一想不行 我如果不跛倒 在座的投降派 那么联合东吴 抗击曹操的大事 就要化成泡影 我得以大局为重 不能讲究 私人的情面 来而不往非敌眼 不管你是谁 你有疑问 我必有一答 好 诸葛亮想到这儿 下定决心 老先生 你说到儒者 儒有君子小人之别 君子之儒 忠君爱国 守征物邪 物始则其当时 名流后世 若负小人之儒呢 唯物雕虫 装弓汉末 青春作妇 好手穷精 陛下随有千言 胸中实无一策 岂如杨雄 以文章名士 而屈身是莽 不免投革而死 此所谓 小人之儒也 此日服万言 亦何取哉 诸葛亮说 好 你既然说儒者 那么你有问 我有答 老先生 您既然提到了儒者 这儒者嘛 就有君子和小人之分了 说君子之儒 他知道中君爱国 守征物邪 造福当时 名流后世 小人之儒可就不同了 他们只知道死啃书本 写点词付啊 在那雕词卓句 被人们称为雕虫小技 知乎者也啊 这种小人之儒 把书都读破了 头发都读白了 虽然陛下能够写下千言 要离题万理 遇到小事 就没有一点主见 更没有能力 去处理国家大事了 所以说 陛下死有千言 胸中十无一策 这种人对于兴邦安民 能有什么好处 我给您举个例子 比如杨雄 他是汉朝前期的名儒 有名的大慈父家 那文章写得多漂亮 可是后来杨雄怎么着 屈身保了篡汉的王莽 做了王莽的文治官员 王莽让这么大的慈父家 干什么 你上天路阁 就是王莽的皇家图书馆 去给我校对群书 大慈父家呀 就这样保了王莽了 后来因为一件官司 杨雄牵连在内 他怕死 头阁而死 他跳天路阁了 跳螺四沙 虽然杨雄没有摔死 但是他成了残废了 这就是小人之儒的可悲下场 像杨雄这样的儒者 也是念书人大慈父家 虽然每天能洗出一万言来 有什么可取的呢 程老先生 您说对不对 这位程老先生 这红泼泼的脸台 反而都变成紫颜色了 真是后悔呀 这么大年纪 就不应当跟诸葛亮辩论 在座的全都不敢说话了 程老先生身边 他有两个学生 一个叫张温 一个叫骆统 心说别人不说话 咱们得给老师争点面子呀 这两个人刚要说话 就听见外边 腾腾腾脚步声音响 要打外边走进个人来 此人是谁 诸葛亮要置居孙权 下回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